古代强调,国灭家王,君辱臣死。 但是纵观古代王朝, 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,那是少之又少啊。 就连辉红气势的大汉、大唐, 也没有这个风骨。 但是在下面这个王朝, 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做硬气, 什么叫做气节。 皇帝死后, 百姓官员纷纷找绳子上吊, 而且都是举家上吊自杀, 一天吊死上万人。 这个朝代就是明朝。 明朝为何现在这么受欢迎? 主要是其更符合中国人, 对于价值观的要求。 明朝建立者来自社会最底层, 可以说那是最穷的人建立的。 而且在整个大明王朝, 没有大汉、大唐的和亲, 没有对少数民族的屈服, 有的是蒸蒸铁骨, 有的是不畏牺牲, 天子守国门, 君王死设计。 而其中最好的体现, 就是在王朝的末年, 李自成为困北京城, 岌岌可畏之下。 如果是唐朝的皇帝, 那么在还没打来之前, 估计就跑到成都去了, 如礼龙姬。 而崇真没有跑, 与江山共存亡。 在即将破城的时候, 崇真亲自举刀, 杀了自己的女儿们, 顺便杀了一些皇妃, 然后带着绳子到眉山上吊了。 崇真上吊后, 太监王承恩第一个上吊了。 而宫里的周皇后, 还有很多嫔妃, 甚至宫女, 太监, 都在找绳子上吊。 据名史记载, 当时跟随崇真上吊的太监宫女, 就有上千人。 宫里遍地是上吊的人, 哀鸿遍野。 除了宫里, 首先是官员们, 也携家带口, 举家上吊或者自焚。 当时自杀的上书级别官员, 有倪元璐, 范锦文, 李邦华等九位, 他们都是各部上书, 大学士等官职, 都携家带口在家里集体自杀。 而且, 跟随自杀上吊的中下级官员, 就更多了, 高达千人。 主要, 以六部里面的中下级官员为主, 也都是举家殉葬, 没有国, 哪有家啊? 而除了这些官员外, 在京城的百姓, 也都跟随皇帝而去。 据当时的史料记载, 当时北京城内, 举家自杀殉国的百姓之家, 有几千户, 但是现在留下姓名的, 不足三百人。 因此, 崇真死后, 跟随自杀的达到了上万人。 这还是仅仅当天的记载。 在古代历朝历代, 从秦汉到随唐, 都没有出现过官员百姓自动训国, 践行国破家亡。 而唯有明朝, 在蒸蒸铁骨下, 也是不屈的百姓和官员。 虽然明朝末年, 也有很多汉奸, 但是不可否认, 明朝百姓所展示出来的气节, 那是历朝历代, 都不能比的。 那是一种绝对的认同和忠诚。 不是这样, 就不会有后来的家定三徒。 扬州十日, 将因八十一天等惨剧了。 国家不在, 百姓宁愿赴死, 也不愿意屈服于蛮夷之下。 这才是明朝最强的精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